这幅画作,如同一首极具诗意的自然诗篇,将大自然的壮丽和谐之美以及风水的精髓完美结合在一起。 画中的景象,让人置身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,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 在这画面中,前景呈现一片缤纷绽放的花海,阳光洒在花朵上,让它们散发生机和光彩。 这些花朵仿佛在树说大地的生机,提醒我们生命的美好和多彩。 这片花海,展现自然界的慷慨和富饶,犹如一幅大地之母的优美画卷。 而在画的右侧,五只梅花路优雅地漫步于茂密的松树林间。 它们的存在,为画面增添了一份神秘和野趣。 鹿群在森林中咸游,像指大自然的多样性和生命的奇妙。 这是一个和谐共生的场景,人类与动物在这片自然中和平相处。 而在画的左侧,一棵巨大的古树高耸入云,它的树干如同一座坚固的塔楼,为这个景象提供了稳重和庇护。 这古树的背后一座别墅,吹烟鸟鸟鸟,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找到了家的温馨。 在中景,湖泊平静而开阔,湖面上的燕压在清澈的水中自由游异,宛如一首宁静的水景诗。 湖泊的远处,五个瀑布从山间流淌而下,它们的存在为整个画面增添了水的进账,水带财,财源广进,并且赋予了画面更多的深度和层次感。 而山峰重叠,树木吻欲,天空中五只鹤飞翔,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壮丽而高远的景象。 画中的太阳从山顶升起,光芒四射,照亮了整个景象,为画面带来了希望和生机。 这众阳光明媚的画面,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活力。 同时,墙壁上悬挂一张具有景深的风景画,使室内空间也变得宽广无比,将大自然的美景引入室内,让居住其中的人们享受到大自然的恩赐。 总之,这幅画作将大自然的各种元素以极具诗意的方式呈现,山川、湖泊、鹿群、瀑布、树木、太阳和鹤群等元素在画布上交相辉映,营造出一个充满活力和谐的自然世界。 这不仅是一幅画作,更是一首赞美大自然之美的诗篇,让观者感受到大自然的奥妙和生命的脉动。 同时,这幅画也充分体现了风水命理的智慧,为生活空间带来了抒压和活力,让人们在这个和谐的环境中繁荣兴旺。 这幅画作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,更是一个向往自然和宁静生活的写照。 画中的别墅主人,无疑是对大自然充满热爱且怀抱和协向往的人。 首先,画面中的缤纷花海像指生机和光明,这是别墅主人渴望拥有的生活。 这片花海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,也代表了生活的美好多彩。 别墅主人可每天早晨醒来,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片缤纷的花海,让心情总是充满阳光和活力。 其次,画中的鹿群在松树林间自由漫步,象征别墅主人对于和谐共生的向往。 鹿群代表大自然的神奇和多样性,而它们在森林中的自在行走, 在提醒住人们应该与自然和平共处,尊重自然的生态平衡。 鹿与鹿谐音与五铺有五鹿尽才民俗寓意。 另外,画中的古树和别墅的存在,显示出别墅主人渴望拥有一个安静,远离尘销的家。 这棵巨大的古树为别墅提供了稳固的庇护,同时也带来了自然之美,树枝向上和左右生长,和树叶茂盛,隐喻事业的兴旺。 别墅的位置选择在自然环境中,让主人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,感受到和谐生活的价值。 最后,画中的湖泊、瀑布、太阳和鹤群等元素,都代表别墅主人对于富足和幸福生活的向往。 湖泊的宁静、瀑布的清新、太阳的光辉和鹤群的飞翔,都象征美好的未来。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场景,让别墅主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。 总之,这幅画作不仅仅是一幅艺术品,更是一个梦想的写照。 别墅主人的向往是一个自然、和谐、美好的生活,这幅画作完美地捕捉了这种向往,让观者也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脉动。 亲爱的朋友们,感谢你们花时间观赏这段影片。 希望这个影片为你带来了快乐和启发。 不论你身处何地,不论你正在经历什么,愿你都能在生活中找到美好和幸福。 请不要忘记,你是独一无二的,你的存在为这个世界增添了色彩和价值。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爱与喜悦,并且追求住自己的梦想。 谢谢你们的支持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 我们期待在下一次的影片中再次与你们相会。 保重,愿你们幸福安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